日本第一夫人首次外访 被44岁苏提达碾压 颜值和气质都落下风 APEC峰会已经落下帷幕 但是大众还是意犹未尽 太太团们争其斗艳 堪称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其中最闪耀的还是苏提达 作为东道主无比惹眼 成为艳压群方的存在 日本第一夫人首次外访 被44岁的苏提达王后碾压 颜值和气质居然都落下风 之前只是路透照曝光 苏提达王后颜值出众 足以碾压各国元首夫人 根据泰国媒体报道 马哈国王夫妇在王座大厅 接见了日本首相岸天文雄夫妇 苏提达一袭蓝色礼服出镜 又没有先格外出众 不愧是施力及太后亲定的王后 马哈国王亮相师 及王后国家会议中心 接见了各国使节以及第一夫人 苏提达和斯瑞范半嫁 都身穿传统太世礼服 在镜头面前展现出最佳状态 随着金修照的曝光 不少网友纷纷感慨 还是苏提达王后端庄大气 无论身材还是颜值 都妥妥碾压日本第一夫人 成为现场最光彩夺目的女眷 日本新晋第一夫人首次外访 身穿一席印花礼服出镜 走现代都市风格 驼色高跟鞋搭配同色系包包 简洁大方 不拖泥带水 发型和妆容也很时尚 俗话说没有对比 有时候就没有伤害 日本第一夫人跟苏提达同框 终究还是败下阵来 苏提达不光颜值很能打 而且还拥有45个博士学位 高贵优雅的气质无人能比 一席宝蓝色态势礼服高贵典雅 将苏提达温柔的一面展现出来 为泰国王室撑起门面 尤其在灯光的反射下 泰式礼服博光玲玲 就像是一条美人鱼 苏提达本身就是空姐 在经过十多年的摸爬滚塔 宜容宜泰堪称满分 出席国宴的时候 苏提达全程都挺直腰杆 典雅大气的状态别人模仿过来 相比较而言 日本第一夫人有些逊色 毕竟颜值是短板 身高方面也不占优势 此外跟身材纤细的苏提达同框 更加凸显了臃肿的一面 始终不是泰国王后的对手 日本第一夫人岸田玉子 已经58岁 跟苏提达同框的时候 居然像结了两代人 看来女性真是老得快 时刻都要保持紧惕 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松险 但是也有网友提出不同的意见 认为岸田玉子自然老去 也拥有一种独特的美 苏提达王后虽然惊艳 但是却是通过科技手段变美 之后面部需要不断修复 岸田玉子留着奇儿短发 时刻挽着丈夫的手 在镜头面前展现出贤惠的一面 不得不感慨日本首相夫妇很恩爱 多次身穿情侣装 老夫老妻感情依旧很好 日本第一夫人极其低调 也不会在穿衣打扮上下功夫 因此这回出席宫廷晚宴 直接被苏提达王后比下去 太太团们都争及斗艳 只有日本第一夫人很朴素 甚至有种路人的感觉 岸田玉子的造型很简单 基本上都是便服 根本毫无设计感可言 但是很多网友却觉得 这种天然去雕饰的自然美 反倒显得更加难能可贵 APEC峰会太太团中 颜值最高的是韩国第一夫人金剑西 但是岸田玉子也有一份独特的美 只能说金剑西迎合现代社会审美 身上白瘦幼的特征明显 反倒是显得日本第一夫人普普通通 此次外访期间 岸田玉子大部分情况都会选择现代礼服 说不上多么惊艳 但是却给人一种舒服的感觉 虽然颜值和身材被苏提达碾压 但是日本第一夫人胜在自然 也别有一番风味在其中 打合影的时候 岸田玉子站在C位 跟苏提达王后同框 还是瞬间显得黯然失色 看来时世王后无比耀眼 跟所有女眷同框 都能够突出重围 58岁的日本夫人岸田玉子较为普通 但是笑容灿烂同样出彩 低头垂眸间也很温柔 毕竟两位女眷相差整整14岁 日本第一夫人落败 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苏提达一连接见了十多位外宾 笑到最后脸都僵了 实在是令人心疼不已 对于苏提达来讲 王后只是一份工作 尽职尽责的样子让人佩服 这么重要的场合 泰王选择让苏提达半价 为我们传递出超强信号 也许双美组合会永远被血藏下去 永远没有负重的机会